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特别神秘的 它经常会制造出很多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象 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在前段时间有一位小伙坐飞机拍照片 无意间发现云中有四个人 在回头看时吓得瞬间腿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 相信很多小伙伴坐飞机时都会被外面的景象所吸引 会拿出摄像机拍照留念 这位小伙也是如此 当天他坐上飞机之后 就觉得特别无聊 看到外面的景象就立即拿出摄像机拍照 在拍照时无意间发现云中有四个人 这四个人都穿着银白色的衣服 最左边的应该是妈妈 中间的个子很高应该是爸爸 剩下的两个就应该都是孩子 这种情况让小伙特别震惊 云上怎么会有人呢 他们都一动不动就像是雕塑一样 这个时候这位小伙以为自己眼花了 但他揉了好几次眼睛 还是看到云菜上有四个人 为了弄清楚这件事情 这位小伙就立即告诉了周围的人 这时飞机进入了一片银层中 而火载回头查看就腿软了 因为找不到那四个人了 就像他们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这位小伙越想越觉得诡异 甚至被吓得腿软 但当他和朋友说起这件事情时 人们就觉得很有可能是这位小伙看错了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你觉得这位小伙是看错了吗